各位新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上期视频跟大家推荐了一只小盘成长股 这期的视频回来我们聊分红股 dividend stock 这期要给大家推荐一只分红收益率不错 成长性也不错的dividend stock 大家记得帮我点个like 谢谢你的支持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主题吧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只股票 叫capital power corporation 在多伦多上市的ticker是cpx 这周四的收盘价是35块7毛9加币 他现在dividend yield有5.73 52周最低价有20块2毛3 52周的最高价有38块3毛4 他现在市值有3.8个billion capital power是2009年上市的 当时发行了2175万股 发行价是每股23加币 募集了大概5亿加币的资金 capital power的总部是在 idmonton 它是一家独立的发电跟电力供应商 它的发电设施呢是遍及美国跟加拿大的 在加拿大呢 它的主要是在albota跟ontaria这两个省 它现在运营的发电的产能呢 有6490兆瓦 有28个发电设施 正在建的发电的产能呢 有985兆瓦 那其中包括7个可再生能源项目 还有Ginnessy 17跟27的改造 也就是把煤发电的产能变成天然气发电 公司的发展战略呢 是到2050年呢 要实现碳中和 那么要实现碳中和呢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 同时呢 发展天然气发电的项目 来取代煤发电 预计到2023年的淘汰所有的煤发电的产能 像前面其他公司在加拿大的主要两个市场呢 一个是albota 一个是ontaria 这张图呢 显示albota电力的需求的情况 这是2019跟2020年的 一个比较 去年大家都知道 因为covid-19还有低的原油价格呢 导致albota的电力需求呢 有一个下降 最多的时候 在去年6月的时候呢 下降了7.2% 那么随着经济的重开呢 电力需求呢 也有一个恢复 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呢 电力需求呢 只比2019年的时候呢 少了1.1% 公司目标呢 是2021年的投入5亿加币 来发展新的发电项目 其中包括8个太阳能发电项目 9个风能发电项目 3个储能项目 还有6个天然气发电项目 为什么要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天然气发电呢 因为天然气发电呢 也有它的优势 比如说像低的天然气价格导致的成本优势 还有呢 它的可靠性 那这张图呢 显示的是预计的美国的天然气发电的一个情况 那么预计呢 很多的煤的发电呢 都会被天然气发电取代 到2040年呢 会多出来205个Gigawatt的天然气发电产能 减少202个Gigawatt的煤发电产能 天然气呢 在未来发电市场里面呢 会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呢 首先呢 是它的稳定性 大家都知道去年 德州的极端的寒冷天气呢 导致很多可再生能源发电呢 根本发不了电 被冻住了 那么天然气的发电的优势呢 就体现出来了 同时先面提到的 因为北美的天然气非常的充足 然后天然气价格呢 也非常的低 它的成本优势呢 非常明显 像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的New England 它的发电系统的成本的一个比较 如果只是靠风能 太阳能 再加Battery的话 它的成本呢 就非常高 如果在同时兼顾天然气发电的话 那么依据它每年节省的成本呢 就有100到200亿美金 前面提到呢 公司现在在建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呢 有七个项目 总共427兆瓦 那么这些项目呢 预计会在2021跟2022年会投产 其中的四个项目呢 已经签了长期的电力供应活动 其他的项目的活动呢 还在洽谈当中 那么这些项目呢 预计会给公司每年带来7000万的EBTA贡献 公司的资本支出的策略呢 是兼顾分红的增长 以及公司的发电能力的增长 在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下呢 再来考虑公司的股票回购 更花更多的钱去还债 公司呢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分红增加的历史 从2013年开始 实现了年均7%的分红的增长 像在2013年的时候 它是每一股派1块2毛6 增长到2020年的时候 每一股派2块05 预计呢 2021年呢 还会实现7%的分红增长 每股派2块1毛9 到2022年呢 有5%的分红增长 到每股派2块3 那公司的目标呢 是分红呢 占到它的AFFO的45%到55% 公司呢 财务状况非常的良好 两家评级机构给出来的信用评级呢 都是BBB的投资级的信用评级 同时呢 Outlook呢 都是Stable 这张表呢 那显示的是公司债务到期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出来呢 2021、22、23年呢 都没有大的债务到期 到2024年呢 会有一笔相对比较大的债务到期 好了 讲完了公司的基本面呢 我们来聊聊公司的财务状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Annual Income Statement 过去这几年呢 公司的营收呢 都实现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 像在2016年的时候营收呢 有12亿4700万 一路整档增长到2020年的18亿6000万 营收增长的同时呢 它的EBETA也是在逐年增加的 从2016年的4亿2200万增长到2020年的7亿4800万 我们用2020年的财务数据算出来的EBETA Margin呢 是40.2% 非常的不错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Balance Sheet 我们用2020第四季度的财报来看一下 它的Total Current Asset呢 有11亿5700万 Total Current Liability呢 有11亿5000万 算出来Current Ratio呢 是1.01 Total Asset呢 有89亿1100万 Total Liability呢 有59亿8200万 Total Asset除于Total Liability 那是1.49倍 那么可以看出来公司的财务状况呢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Annual Cash Flow Statement 那么Cash Flow from Operating Activity呢 随着营收的增长呢 也是一个逐年在增加 2016年的时候呢 它的Cash Flow from Operating呢 是3亿7500万 增长到2020年年尾的6亿1100万 那么公司每年呢 都有非常大的固定资产的资本支出 那么即使是这样呢 公司的首途的开始呢 也是在逐年的增加 像在2016年的时候呢 首途的开始呢 是9800万 增长到2020年尾的3亿6700万 好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跟公司相关的一些新闻 2021年2月23号的新闻说呢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呢 批准公司在未来这一年呢 回购最多10%的公司的股票 公司去年呢也进行了股票的回购 公司动用了1047万 回购了461832股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德州的极寒天气呢 对很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呢 产生了很大的损失 公司在德州的两个锋利发建的项目呢 并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冲击 很快呢 电力生产呢都得到了恢复 它的经济损失呢 预计是300万 公司呢连续第六年呢 入险Alberta的Top 17 Employers 那么可以看出来公司呢 对员工呢还是非常好的 公司福利呢非常不错 有利于公司呢留住好的人才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K线图 公司的股价呢 随着去年Coronavirus呢有一个下降 之后呢一路展荡在走高 还没有到达历史高位 过去这几周呢 公司股价有一个调整 现在有一个起稳 如果大盘出现调整的话 我相信可能应该还有更好的买入价格 如果大家需要买的话 可以分批建仓 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一只分红不错 成长也不错的 Dividend Stock Capital Power Corporation 我们分析了它的基本面 以及它的财务状况 我个人呢是非常看好它未来的成长 如果大家需要去WealthsimpleTrade开户 还有需要去QuestTrade开户 以及去EcoBank开户的话 可以用我屏幕下方的链接去开户 那么他们呢有一些开户奖励 以上内容呢 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投资有风险 建议给我一定要独立思考 自己做出投资决策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你一定不要忘了帮我点个like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